狱青殿外 道玄真人等人 面色凝重 眉头紧锁 这间战局激烈 血雨腥风中 不知有多少生灵 瞬间失去了性命 道玄真人注视着山下战局 这间人群之中 仿佛杀之不尽的黑压压兽妖 倒还罢了 唯独那六只巨大妖兽 此刻却似乎越战越勇 以消逸才等杰出弟子 一多敌少 此刻也慢慢现出颓势 竟有抵挡不住的模样 道玄真人面色肃然 又看了片刻 然后又再度抬头 跳往天空 苍穹之中的那无尽黑云 翻滚涌动 越来越低 云一兰在身旁咳嗽了一声 一声说道 道玄师兄 眼下这情势 是不是 他没有接着往下说 但道玄真人何等人物 自然明了于心 而且目前战局也的确吃紧 他转头对云一兰点了点头 谷主放心 说吧 他回头向着身后看去 只见在他们三人身后 正道中数十位长老首座站在身后 这些人或白发苍苍 或先锋盗鼓 可以说这些青云们的长老 和其他个脉的前辈们 已经是正道最后的战力了 道玄真人沉默了许久 终于缓缓说道 诸位 下去吧 没有人出声说话 只是随着道玄真人这句话 这最后的数十人或微微点头 或拱手回礼 然后瞬间光芒篡动 正道中的最后几十位长老 同时腾空而起 向山下飞去 而玉清殿外 此刻除了道玄真人 浦红上人和云一兰之外 还站着六人 却是青云们 除了通天风以外的六脉手座 他们不知怎么 竟无意外地没有加入战团 道玄真人面对着他们 对他们点了点头 诸位 看来局势 依然到了危机关头 原先记忆的那件事 就拜托诸位了 六脉手座之中 齐浩等新上任的年轻一辈 在他面前向来恭敬 只有田不易 曾书长和水月大师赞人 神情平和 听到道玄真人吩咐之后 其他人似乎早就知道 会有此事 面上并无惊恶表情 只有田不易的脸上 隐约有些阴霾掠过 当下六人 向道玄真人行了一礼 然后纷纷飞起 却是向着不同方向飞去 看着是飞回自己 所在本山山脉了 只有田不易不知为何 却停了一下 转头向道玄真人望了一眼 道玄真人有些意外 田师弟 怎么了 田不易犹豫了一下 压低了圣巾 掌门师兄 天机眼开启之后 诸贤古剑力气太盛 反尸之力配不可当 你自己可千万小心 莫要 莫要万劫不保啊 道玄真人沉默了片刻 面色肃展 点了点头 田师弟 你我相交多年 你的心意我明白 放心吧 就算出了什么事 为了天下苍生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田不易面上肌肉 是抽出了一下 但终究没有再说什么 他看了看道玄真人的脸庞 点了点头 手边袖炮一阵 赤黄一蒙闪现 将它拖起 飞上天空 却是向大烛风方向去了 前山隐隐传来激烈不斗之声 到了通天峰的后山 已经变得渐渐难以耳闻 宝雾散去 悠悠鸟鸣 此处仿佛竟是 另外一个世界一般 只不过相同的是 就算是在这个静谧的世界 依然还有着刀光剑影 血腥暗斗 碧绿色的斩龙剑 闪烁着悠悠光芒 剑身上似乎也在微微颤抖 仿佛在哀悼着什么 那个苍老的老者失去了生气 静静地躺在地上 头颅歪向一旁 跪在他身旁的林静雨 面红赤色可怕 一双眼睛中 变换着种种狂怒之色 牙齿深深紧紧咬着 看上去虽然沉默 却似乎在这沉默之中 阴间有着几分疯狂之意 树林的阴影之中 黑色的鬼先生 依然没有离去 如鬼魅一般在背后 望着林静雨的身影 他的目光从万简一 失去生命的躯体上 转看到林静雨 最后落到那把斩龙剑上 然后他忽然想起了什么 转过头 向着幻月洞府的方向看了看 那条路清冷而寂寞 孤独地向前延伸而去 看不到任何的动静 黑沙之下 没有人能看到鬼先生的表情 林静雨此刻的脑海中一片混乱 万简一的突然被害 让他陷入了一种 近乎于有些疯狂的心境 自从十年前 那场青云大乱 恩师苍松道人判处青云之后 万简一的突然出现 他的胸中所学 与风度胸襟 再都成为林静雨所崇敬之人 十年以来 他在万简一的栽培下 客户修道 内心中 实际已经将这个神秘之极的老人 看作半尸半腹一般的存在 敬重之极 而此时此刻 这个他最敬重的人 却已经变作了尸首 就躺在他的身前眼下 而他却连凶手是谁 竟然都不知道 更不用说为他报仇了 伤心 痛苦 还有绝望 刺激着林静雨 原本就有些偏激的性子 让他看上去 似乎越来越接近疯狂 便在这个时候 忽然从背后树林之中 传出一阵异响 林静雨的身躯大振 豁然转身望去 这见 树林丛中一阵晃动 竟然有一道人影 突然从那林中闪现出来 随即 快若闪电般向外掠去 那速度快得惊人 以林静雨这等修行眼力 竟然也只能看到 模糊的影子 而在此时此刻 突然出现的神秘人物 就意味着什么呢 林静雨的身体 比脑子动得更快 几乎就在同一瞬间 他一把抓住斩龙剑 化身做风驰电掣般 追得上去 根本没想过 这个人如果真的是凶手 以他能够杀害万剑一的道行 会是如何可怕的一个人呢 在林静雨此刻心间 除了复仇 再也没有其他的想法存在 而且万剑一教导他十年时间 战龙剑向来勇往无前 更无法后退 变如他们的人生一般 那黑影身影极快 闪动之间 依然离开了祖师祠堂 在三叉路口 微微停顿片刻 搜的一声 赫然往换月洞府 那道小道上去了 林静雨转眼追了出来 一双眼中如雨喷出火来 望着那个隐隐约约的身影 更不多想 身形如电 瞬间冲入了 崩盖着青云弟子近地的 小道之上 向着幻月洞府的方向冲去 山风吹来 树枝烧头轻轻晃动 发出沙沙的声音 这里很快就陷入了静默 只有那一个苍凉老人 静静躺在地上 望着天空云朵 悄悄流过 这一路追来 虽然林静雨用尽了全力 但仍然无法追上那道人影 两旁树木急速向身后退去 但前方那黑影 却依旧若隐若现 此刻 林静雨心中原先的怒火烧退 忍不住暗暗心惊 那神秘人物道行之高 可想而知 只是尽管如此 林静雨依然没有丝毫放慢脚步 仍然全力地向前追去 只是 就在前头拐角处 那道淡淡的黑影 突然急速冲前 摸住那山式死角 消失在视线之中 林静雨 惊怒交集 全力以赴 整个身子 击住离弦之间 崩得笔直 搜了一声 向前破空飞去 一路之上因为来势太急 竟有金销之音发出 只是带他追到那山式拐角地方 虽然只是片刻功夫 那道黑影却已经消失不见 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洞 山洞刻着四个大字 幻月洞府 林静雨悚然一惊 他顿住脚步 他进入青云门多年 自然不会不知道 这里乃是青云禁地 向来禁止青云弟子进入 如今 他私入禁地 已然是大罪 但他举目四望 却只见四周古墓森森 除了这个山洞外 更无丝毫异常 那个人影就这玩消失了 他脸上神色变换不停 犹豫之色闪过 只是一双星眸中 一光闪闪 愤怒之色 终究还是占据了上风 他抬起脚步 仿佛有些迟疑 但片刻之后 他向前迈出了这第一步 向着那个山洞 走了过去 与刚才追来时相反 此刻的林静雨走得很慢很慢 仿佛那座平凡的山洞之中 有着什么事物 令他迟疑犹豫 但纵然如此 他还是很快走到了山洞的洞口 深深吸气之后 林静雨一咬牙 走了进去 山洞很小 一眼几乎就看到了所有地方 没有任何人的人影踪迹 林静雨正了一下 脸上略过一丝失望的表情 但随之目光就落到这个山洞之中 唯一显眼的所在 那个镶嵌在石壁之上的太极图案 倒映在他眼中的太极图 仿佛也正向地述说着 岁月流逝的沧桑 残坡的边缘散发了久远的气味 林静雨紧紧盯着这个太极图 扮上之后 他缓缓伸出手去 放在这个太极图上 非时非月的材质 带着一丝粗糙感觉 磨砺着他的手掌边缘 没有任何的反应 林静雨目光炯炯 用力试着向旁边一转 没有任何的预兆 甚至石壁本身都没有丝毫变化 但忽然间 从那个太极图案上 传出一股炽烈之气 瞬间攻入林静雨的手臂 林静雨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整条手臂 似乎都已经置身在 炽热火焰之中 炽烤一般 全身的热血 一阵沸腾 片刻间面红如血 额头尽是汗珠 没想到 此处如此普通的一个太极图案 竟然隐藏有如此精神的道法尽致 林静雨大惊之下 下意识要缩回手臂 不料手臂竟然被那股无形之力牢牢吸住 欲撤手而不得 而此时 他周围的山洞石壁上 突然开始发出一阵沉闷的声响 似乎是什么东西被惊动了一般 眼看就要从沉眠中苏醒过来 周围的古怪杂音越来越响 渐渐地向林静雨身子处聚集过来 而手心前方那处不过片刻的功夫 已经热得让人无法忍受 林静雨惊慌之下 牙关紧咬 体内被那股热气烤的机遇暴力开来 只好用全身道航拼命抵抗 将一生性命 娇羞的青云门太极玄青道道法 拼命向手心传去 希望能够抵住那股神秘热气 就在林静雨 头昏脑胀 全身被热芒烘烤的紧叫关头 忽然 那个太极图案上的神秘热气 退了下去 而且去势极快 如潮水一般 瞬间从林静雨的身上消失不见 甚至 让林静雨一时 无法回过神来 紧接着 周围那阵古怪的杂音 似乎得到了安慰 也慢慢地平静下来 山洞中 重新回到了平静的气氛 随着林静雨的恶然收手 那个太极图案同时转动 轻微 但与刚才已经有所不同的低沉声音 再次从石壁上发了出来 在林静雨惊讶的目光中 原本连城一片 没有丝毫缝隙的石壁 向两侧悬开 露出了一个怪异之极的洞口 而在洞口之上 呈水雾模样的诡异气体 正急速旋转着 里面是朦胧一片 神秘莫测 如电芒撕裂黑夜 落下人间 那一道汇聚了真法大力的光柱 豁然从天而降 从白骨腰蛇的正上方落了下来 从头顶直观而入 瞬间 一股巨力 从那具巨大的身躯上迸发开去 有道在周围几个青云弟子 都被这无形有制的气流 推出老远 白骨腰蛇仰天 发出一声长啸 声音凄厉 支撑着身躯的巨大骨骼 从上到下 突然间 开始发出奇异的光辉 片刻之后 从无数地方 发出了咔嚓咔嚓细小的声音 一道道光线 从他的骨骼中投射出来 之后 随着一声轰然巨响 腰蛇庞大的身躯轰然倒下 硬生生地 将身下坚硬的白玉石板 砸开了老大的深坑 在地上挣扎了几下之后 终于是停止了颤动 耀眼的光柱缓缓散去 露出了漂浮在天际的七位长老 和陆雪奇 肖逸才等人的身影 而在他们身下 那具巨大妖物躯体的身旁 尸横遍野 其中 已经永远躺下了 四位青云长老的身体 而仍然活着的人之中 挂彩的更多 年轻一代理 陆雪奇面冷如霜 但身上衣裳 已经是红了大半 肖逸才还算完好 看上去并无大害 只有曾叔叔 强自支撑着 看到这只巨大的妖物 终于死去 方才松了口气 忽然 他头一歪 却是不省人事地倒了下去 众人被吓了一跳 幸好 肖逸才就在曾叔叔身旁 将他身体接住 仔细地查看了一下 松了口气 对其他诸人示意并无大碍 众人这才放下心了 随之 又继续投入另外的战局 从正道数十位前辈长老 加入战团之后 这场浩劫大战的局面 终于第一次 向正道有利的方向发展 这些前辈高人的闹行法力 远远胜过普通弟子 虽然人数相比起来不多 但影响却相当巨大 在数十位长老 和肖逸才 陆雪奇 曾叔叔等年轻弟子 合力围攻下 那几只巨大兽妖 虽然妖力高强至极 但仍然被这些人压了下来 最后 更是被众人合力处杀 不过 这等妖物 毕竟凶恶 也让正道付出了惨重代价 只是在这等腥风血雨之中 又有谁还记得死去的同伴呢 在白骨腰蛇巨大的身躯 倒下的那一刻 高高飘荡在天空中的人们 已经转过了身子 面无表情地向着另外战团扑去 持续着杀戮与征战 敲逸才飞到后方 将曾叔叔在一个偏僻地方放好 连忙赶将过来 不料转眼时候 余光却望见 刚才的地方 陆雪奇似乎有些发呆 正正地望着那具妖兽的尸体 面色苍白 萧逸才心中奇怪 叫了一声 陆师妹 你怎么了 陆雪奇的身子一震 似乎从梦中惊醒 他转眼看了过来 嘴唇一动 似乎想说些什么 但看到萧逸才之后 忽然又闭上了嘴 深深呼吸 随即遇见飞去 重新加注了战局 萧逸才有些莫名其妙 总觉得陆雪奇 今日大大古怪 但一想往日 这位天仙夜似的同门师妹 就性情孤僻冷漠 而且眼下正是 占据的关键时刻 他想了一下 便再次将这些念头 抛在脑后 重新冲杀进去